欢迎收看疫情速递 我是张肖 首先来看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美国南加州北京联谊会于8月29日 在线上成功举办了一次时事论坛讲座 著名旅美经济学家林日生博士 南加时事评论员 北京联谊会副会长魏林峰 分别担任主讲嘉宾 两位演讲嘉宾从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的角度 分析了中美贸易的相互依赖及不可分割的关系 本次讲座主办方负责人 美国南加州北京联谊会会长申于明最后表示 生活在美国的华人 对中美关系的发展非常关注 尽管当前困难重重 大家也要尽一份力量 为中美关系的友好发展做出贡献 今后北京联谊会还会经常举办 这样的大型高水平专业讲座 让本会在华人社区真正起到的联系 与纽带作用 8月29日下午 美国南加州北京联谊会 在线上成功举办了一场时事论坛讲座 著名旅美经济学家林日生博士 南加时事评论员 北京联谊会副会长魏林峰 分别担任主讲嘉宾 林日生博士演讲的主题是 中美经贸机遇及挑战 他从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的角度 分析了中美贸易的相互依赖 及不可分割的关系 他指出 未来两国贸易及竞争关系 取决于供应链的合作与竞争 林博士还对中国抛售美国国债 及中美贸易第一轮谈判 以及美国股市趋势 存在的风险等议题 进行了讲解 南加时事评论员 魏林峰的演讲主题是 在美华人视野下的中美关系 契机困难与展望 他从1860年 华工修建美国太平洋铁路 中美之间的第一次合作开始 到2020年160年间 中美关系的发展 和出现的贸易摩擦 尤其是今年以来 中美关系日趋紧张 美国大选后 对中美关系及走向 所带来的可能影响 都进行了全面透彻 及公正的分析 两位主讲人演讲后 线上观众展开了 积极踊跃的提问 两位演讲嘉宾 记性解答 睿智精辟 精彩分成 把现场气氛推到了高潮 本次讲座主办方负责人 美国南加州北京联谊会会长 申明玉最后表示 生活在美国的华人 对中美关系的发展非常关注 尽管当前困难重重 大家也要尽一份力量 为中美关系的友好发展 做出贡献 今后北京联谊会 还会经常举办类似的 大型高水准专业讲座 让本会在华人社区 真正起到联系与纽带的作用 汉天卫视记者 吕立川洛杉矶采访 8月30日 去美联社报道 加州议员正在成立 一个特别的工作组 研究并建议向非裔美国人 特别是奴隶的后代进行赔偿 目前美国再次陷入 民权斗争的大讨论 并因近期一名黑人男子 被警察开枪击中而引发骚乱 周六加州参议院 以33比3的投票结果 支持成立这个九人委员会 这项法案将在议员们周一 休会之前提交给议会 进行最后投票 不过议会成员 已经以压倒多数批准了 该法案的早期版本 洛杉矶民主党参议员 霍利米切尔说 让我们清楚一点 在加州和全国各地 奴隶制都产生了种族伤害 和不平等的遗留问题 继续影响着 无数加州黑人的生活状况 虽然加州在内战前 就已经是一个正式的自由州 但当时州官员 为支持南方各州的奴隶制 而采取法律和司法行动 同时镇压黑人 这份赔偿法案 将要求特别工作组 对加州奴隶制的影响 进行详细研究 并在2023年7月之前 向立法机构建议赔偿形式 方式以及谁应该有资格 获得赔偿 小组将不迟于2021年6月 开始开会 将建议其他形式的补偿 或补救方法 根据一份立法分析 在过去的两年里 德克萨斯州 纽约州 弗蒙特州都考虑过 类似的立法 赔偿可以采取现金 住房援助 降低学费 减免学生贷款 就业培训 或社区投资等形式 支持该法案的 加迪纳民主党参议员 布拉德福德说 他只希望 这不仅仅是一项研究 他指出 星期五是向华盛顿进军 大游行和牧师 马丁路德金 发表 我有一个梦想 演讲57周年 布拉德福德说 如果当初承诺 给自由奴隶的 40英亩土地 和一头螺子 今天能够被交付 给这些奴隶的后代 我们都将成为亿万富翁 我听到太多的人说 我没有奴隶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好吧 你继承了财富 你也可以继承 你欠非洲裔美国人的债务 美西时间2020年8月30日 据洛杉矶当地媒体NBC报道 当地警方称 周日的武德兰山的一个 支持川普的集会附近 发生枪击事件 大批警察赶往现场 封锁疏散行动正在进行中 现场警官表示 三名黑人嫌疑人已被锁定 洛杉矶警察局表示 警方正在调查 上午11点30分左右 在文图拉大道20600号街区 街道的一起枪击案报警 事发时 一名没有参加集会的妇女 开车经过集会现场时 听到了类似枪响的声音 并立即注意到自己的轮胎瘪了 据警方称 轮胎是被一颗子弹损坏的 可能是子弹或子弹碎片 警察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 一名目击者向警方指出了 附近公寓楼可能有一名枪手 目前大楼已经被封锁 据另一家媒体福克斯报道 三名黑人枪手被封锁在大楼内 警方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反恐特警组赶往现场 附近的所有公寓都被疏散 目前警方没有提供枪手可能存在位置 会有多少建筑物被疏散 目前还不清楚枪击事件是否与集会有关 此次川普支持者集会于周日早上 在塔夫托高中附近开始 目前枪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游行车队继续按计划行驶 不过枪击附近道路仍在封锁中 枪手尚未被抓住 市民不要前往相关区域 美联航今天上午表示 将永久取消境内航班的改签费 随着疫情对航空旅行的负面影响 该公司希望借新政策赢得更多的客户 此前西南航空也决定 不再收取乘客改签航班的费用 最近我们经历了一段十分困难的时期 航空公司为了生存 甚至不得不牺牲客户服务 现在我们将寻找新的方法 来更好地服务我们的客户 我们将不再向乘客收取200美元的改签费用 取消改签费用也是航空公司 对花费数年时间推出的 无数附加费用的一种告别 据美国运输部的数据 去年美国航司的机票改签和取消费 收入为28亿美元 本周中国官方修订了禁止出口 限制出口技术目录 为12年来首次 此次修订删除了9项禁止类或限制类条目 新增23项限制类条目 对21项条目进行修改 凡涉及向境外转移技术 无论是投资还是贸易 都需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的法规 字节跳动出售TikTok美国业务设计第21条 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消息推送服务技术 和第18条人工智能交互界面技术 这意味着字节跳动向境外出售业务 可能需要获得中国政府批准 针对这项新法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范表示 字节跳动在海外的业务能够取得快速发展 依靠的还是国内强大的技术支持 他一直向境外公司提供最新的核心算法服务 这就是一种类型的技术服务输出 如果他的境外业务需要继续运营 无论新的所有者是谁 很可能都要从中国境内向境外转让软件代码或使用权 甚至提供技术服务 如果字节跳动计划出口相关技术 他需要通过申请出口获得批准 进行谈判 然后再签订合同 而从出口获得初步的批准可能需要30天 字节跳动目前已经发表声明称 将严格遵守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 处理相关业务 以上就是今天疫情速记的全部内容 请继续收看汉天卫视疫情特别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